- 各位又是焦点财经的朋友,大家好,我是陈上豪,Howard Chain,豪老师,在美丽的矽谷99cent store,跟大家来报道,世界焦点财经,99cent已经很多,都不卖99cent了,可见通胀的确有压力,市场跑到多了, 第三季最后一个礼拜的交易周上下摆动,还是打横,谨慎而小心,过去一个礼拜,起码有Cisco,Google,Roku都在裁员,所以裁员第三波第四波,持续的在进行当中,市场还在重整,静后进入下礼拜第四季, 你还是小心而谨慎 主播我要跟你谈谈,有一个单位layout引起注意 我刚刚提到的Google,Ruco,Cisco,持续的都在layout 还有一个单位,那就是美联储,美国联储局,Fed,对了,Fed,三天前公告,layout300人,这是过去12年来第一次美联储layout将近1%,全美国12家分行有21000人,layout300人,其中的意义在哪里? 主播我有三点观察工作你的参考 第一,layout300人out of 21000,其实少于1%,其实还不算什么 意义只有象征性的意义,至于能够cut多少,其实也没对外公告 其实影响非常有限 第二个观察,那就是可以知道,月底以前或十月初以前,两党美国政府如果不协调,预算不再通过的话,可能有的行政部门就要关掉 所以Fed,联储局自己先开刀,也非常的好 第三个观察,除了政治的意义,行政上面的裁员 第三个,那就是可以知道,升息通胀不仅对各行各业影响,对自己也是一样影响 可见得,这一波升息通胀,对各行各业会政府物门压力都极其的大 智慧人的话语,那就是求愿上帝,能够成就你一切所愿,能够成就你一切的仇算 祝福你进入第四季的投资 还有一件,陈少豪,周一在阳光普照的矽谷99cent store跟大家来报导世界焦点指挥金 我们下期再见